各方面人数都不够 这些全部都是对的 不过问题就是 同一时间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忽略 医生始终是 就像我们健身一样 我的手挂很大 我左手右手都现在很够力 不过我的胸肌肉不行 或者我的背部根本就很弱 你都承担不了 大家好 今集政策Cafe我们请来 行政会议成员兼安劳事务委员会主席 林静才医生 跟我们谈一下 其实政府提出 2021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 现在落实的细节 和未来的动向 和我们怎样可以更加完善我们的制度 这个政策对于有机会增加医生的话 就相对减低轮候时间 希望做到的作用就是 这个政策对于其实政府长远的规划 在政策上例如基层医疗发展 或者是我们讲医管局的10年建议计划 以及未来说 比如启德医院他们将会落成 虽然需要大批的医务人员 其实对于这些政府的规划 我们这条条例又有什么作用 其实如果我们不解决医生短缺这个问题 可以这么说 政府做什么改革 或者就算我们兴建多些医院 其实都没有用的 因为医生始终都是在整个医疗架构里面 他是个backbone 如果没有他的话 就算我们其他怎样做都做不到 举个例子 我们确实我们都想做好一些预防的工作 做基层医疗做得好一些 但一讲到基层医疗 其实很多病人和市民 都会最关心一件事就是 你帮我验到了 我们现在讲有一半血压高的病人 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血压高的 如果我们日后多些要做筛查 筛查另外一半血压高 或者糖尿病的病人之后 那谁去看呢 我们够不够医生去照顾他们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在改革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希望能够做到 多些病人治疑强的计划 但始终你去到治疗的部分 都是要靠医生的 我们在讲人口老化 所以我们也预测到 未来的慢性病越来越多 癌症会越来越多 而这一类型的病人 他们出入医院的机会比较大 以及住院的时间都比较长 始终也是要医生照顾他们 中原政府现在有10年20年 医院抗建或者新建医院的计划 但是一样 没有医生 其实以往我们都经历过这几种情况 如果没有医生的话 或者不够医护人员 很多时候硬件起了 但病房开不了 就好像我自己身处的 在将军岛区 将军岛医院有一段时期都是这样 现在就好一点 有一段时期都是建了病房 但不够医护人员开不了 我还记得当年我在区议会的时候 听到很多市民 说你明明医院建好了 为什么你没有这个专科 这个诉求其实都很实在 明白 其实加上一条问题 有人说你只增加医生是没有用的 你都要与医生业专业 例如药剂师是否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或者我们都不够护士 为什么不做好一点呢 你会怎样回应 这些意见其实全部都是很好的意见 我这几个月内都听到很多医护界的意见 都说到我们现在医疗系统有很多问题 甚至我们在医管局里面 都同样有很多管理上 我们怎样可以做好一点 护士是要加 药剂师的功能绝对是可以扩充 我们怎样在社区药房各方面 我们这些比较新的概念 我们都要去考虑 我们怎样让其他的医护人员 真是角施其职 可以做得好多 比如在基层医疗 我都见到护士的角色是很重的 但正正就是香港的情况很特别 我们医护界的人手 我们输出很多 其实是的 全世界各地都在护士的医护人员 无论医生或护士或其他职系 但我们却是输入这些专才 我们到门就很窄 所以当全世界各地都是靠很多 藉着输入吸引外来的专才 来去补本地的培训不足的时候 香港就刚刚反过来 我们就自由输出 不过我们输入那方面 我们就有很多限制 所以在整体整个全球化的一个趋势里面 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整个医疗体系 我们不单止不要说我们改革很困难 单是改善我们都未必做得到 听你这样说法 其实这条条例起码开了一个小门 应该理论上是可以更加吸引到 一些非本地培训医生的专才来香港 如果你代入了一个非本地培训医生的角色 你觉得这个条例有多吸引 你说是否可以吸引所有的香港永久居民 在外地的医生都回来的话 这个没有不切实际 我自己个人都接触过一些 在外地培训的香港居民的医生 我听到几种意见 若然是现在在外国的知名大学 在学校读医的学生 都几多是有兴趣回来的 因为其实他们这一批的医学生 根本他本身都是很想在香港读医的 只不过有时有两个原因 我听到有两个原因 为什么你最后都去了外国读医呢 通常都是一个原因就是 哎呀我差一点点而已 我差一两分其实就能进入了 不过内学我进不了 那没办法 那我也要 我的志向就是做医生 他没得选 他就去外国 那有外国很多知名的大学 我又会收他们 其实他们的门槛比我们更低 所以他们就去了读医 另外有一些都挺有趣的 我头头都没想过 确实有些香港的子弟 他们梦寐雨球都是很想去一些 甚至乎给我们香港两间大学 更知名的大学 读医的 他们觉得人家都收我 好像我现在这么年轻 我放弃这个机会好像有些不太值 他们父母也鼓励他们 觉得这么出名的大学 世界真是顶级了 十大之内的医学院都收你 不如你试一下出去闯一下 那两批都有 但其实这两批的医学生 他们都是有个志向 其实是回来香港 服务香港的病人 所以都挺多这些医学生 跟我说 其实他们都有计划回来 另外就是一些刚刚在外国 拿到医生资格的年轻医生 他们都有兴趣 因为他们很多未拍拖 未结婚 未有小朋友 所以他们都觉得 始终爸爸妈妈也在 因为读医时间比较长 加上实习 所以他们都觉得 他们爸爸妈妈都很辛苦 在香港又供了他们这么多年 没理由一走了之 所以他们都想回来 可以同一时间 服务香港市民 又同一时间 真的可以照顾爸爸妈妈 但是你说一些 相对年纪比较大些 就是已经在外地 就落地生根 结婚又有子女 子女又读书 又读得挺好的 他们考虑会比较多些 所以不同人都有不同的考虑 不过我觉得作为一个起步 现在政府这个建议 我觉得都是可以试试的 我们其实基金会 5月的时候 就出了一份相关的报告 就看回 我们访问了一批 非本地培训医生 在香港已经在执业中 其中有一批就是 他们其实训练了一半 转课 未训练完的 他们就回来香港 很明显他们就会 就是为了自己的career 他们有机会继续训练就最好 完成他们的专科训练 可以继续advance 在career上 但是他们很多都跟我们说 其实都要挺难的 在香港有一个 可以稳定到他们 或者找到机会 去继续他们的专科培训 我也知道政府 今次的方案 都要是一个专科医生 才能够受威 其实都要过五关斩六将 有些少少 其实有人顾虑 就是说现在 会不会就是医尊根本 train不完 会不会有培训机会 行不行 很多这个言论 甚至乎有人就说 其实为什么我们 不只是限于在医管狱 train 可不可以看完私营体系 可不可以都参与培训练的过程 那林医生你有怎么看的 其实这一点 都是点出香港问题的精致之一 在这一次的咨询过程里面 我们都听到最多 医学界的声音 都是说我们一定要保持医生的水平 质素很重要 这个我绝对赞食 刚刚也看到医尊有一封信 是被立法会标准的 他提到 他基本上都是赞成大方向的 不过他都特别很关注 不希望因为这一次的改变 而影响到香港医生的质素 特别是专科医生的培训质素 这个我绝对赞成 我也很感谢医尊 这么多年来 正正帮我们特别的专科医生 维持我们的专科医生的质素 甚至提升到我们专科医生的质素 在过往回归之后 这二十多年里 其实做了大量的功夫 我觉得这个工作 亦都是香港人以为傲 以至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不会有 在世界各地 很多人都觉得 我们的医学水平是十分之高 所以我们绝对不应该去减低 或者去削弱医生质素 所以今次的修例 我自己看也正正是 它能够找到平衡点 能够令到我们增加医生的来源 之余我们也能够维持到 香港医生的质素 甚至乎我觉得有机会 藉着今次的修例 我们更加提升医生的质素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始终我们不够医生 医生行医便会绑手绑脚 一个公公或婆婆来去看医生 因为在公营系统里面 时间不够 大家的工作压力很大 可能只有十分钟时间 谈都未谈完 不要说如何医 不要再解释每个药怎么用 可能了解一个公公婆婆 自己的病情的时间都未必足够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 现在我们松一点绑 令到特别在公营系统里面的医生 我们比较多 我常说的比喻 我们扭松一点整个机制 让医管局可以做到更多改革的工作 其中一个改革 就是刚才你所说的问题 就是培训 其实医生培训需要时间 除了藉着体证做手术 可以做到在绩的培训之外 其实他自己看记录 上课都需要时间 其中一个原因 为什么公营医生 他会流失去私营系统里面 就是他整整 其实我想做好些 但我真的没有时间太忙了 太辛苦了 我想好好地接受培训 或者培训之后 我也想培训另一个梯队的年轻医生 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的情况下 真的很难做得到 所以我也希望现在真的扭松一点 整体整个人力短缺这个问题 令到医管局的供应系统 希望培训可以做得好些 可能医尊都会特别有关心 就是那些培训的名额 我们如何同时要兼顾本地生 以及现在我们还要收到 一些非本地培训的医生 这里我也建议政府 和医管局和医尊 大家坐在一起谈谈 因为现在我们正正就是 以往那十年 我们都有很多很优秀 很资深的医生 从公营系统里面 转了去私营系统 其实我们应该思考一下 如何利用这些 已经离开了公营系统 这么有资力的医生 森卧库 他们已经退休了 就是医管局系统里面 已经退休了 但是他们 他们经验好 知识足 他们在医尊里面 随时都是扮演一个 很积极的角色 其实如何能够利用到 这一班的专才 在公营系统里面 培训我们的本地生 我们的非本地生 以至他们都能够 成为日后的专家 我觉得这个 这么重要的资源 我们一定不要浪败了它 现在的系统 确实是的 比较僵化一点 在公营系统里面 不是说用一个很便利的方法 或者很鼓励到私营系统里面的医生 可以进入公营系统里面 而不仅做工 更加是做培训的工作 以至做到专业的承传 我觉得这方面 如果大家能够 想多些 我觉得一定能够解决到 培训名额不足这个问题 嗯 明白 因为我也听过人说 没有 现在医专就只有这么多个位 全体是足够的 能够训练 就算有些非本地培训医生 但是那些医生 就未必能够选择得到 他们真的想读的专科 因为有些专科 是多些人喜欢选择的 就会给一些本地医生去选择 有些没有那么多人喜欢的 那些就多些位 所以进来香港那些 就未必真的可以选中 他真的很喜欢那些课来读 那对于这一件事 是不是真的呢 我相信这个某个程度上 都是事实来的 这次这个计划有一个好处 就是主动权 在我们主要两个公营机构 和两间大学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 开大大门 就是任人 你上来香港做医生 你进来吧 不是的 而是要经过这四个机构的聘程 所以这四个机构 绝对他们知道自己 欠缺什么医生 还有他在那一年里面 他有多少培训的名额 因为大家记得 今次这个修例 我们同一时间是可以 就是同一时间我们都是 欢迎一些已经拿了 专科资格的人 但是同一时间我们都 希望可以收到一些年轻的医生 他进来接受这个培训的 所以他里面有几个变数 可以掌握 就是他有多少名额 有这一类型 这一个专科 是不是他特别想培训多些 所以他在那里做一个 就是gatekeeper 他就按着需要 按着他的能力 来去聘程 所以这个正正就是个好处 当然在海外的医生 他们自己就选择 就是说当医管局 现在我们很缺 这个疑科医生 那么他特别吸引那些 他在外国很想做疑科的医生 来参与 所以我又觉得这个 既然有了这个机制 也有这个弹性 也有这个gaugekeeper 我就不是说十分担心 我听过不同的个案 就是说我在外面训练过 但我未做训练 那我又想回来香港 其实我是没路 就算现在政府这个新的方案 那一定要做了训练 才可以利用到 另外就是说 那么现在现有的 无论是说limited registration 就是有限度注册 或者我想考试 我考执业支架市 其实他的prerequisite 都是要做了internship 才可以考 那其实在这一方面 你有怎么看呢 林医生 就是说政府其实是否可以 例如提供多些实习的机会 或者是我的注册市 其实是否可以没有了这个prerequisite 注册市 没有了这个要求 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香港的机制 基本上就是要求它 先有了这个实责 跟着才来考试 我自己个人觉得 是否真的一事定终身 是一个好的机制 特别像我刚才说 我们都很为香港的医疗质素 那么高而感到娇慕 我们不想降低那个质素 但是你说 如果纯从我们吸引 非本地培训的医学生 因为在外国 他接受不了 或者没有这个机会去实习 有没有办法是可以来到香港呢 我觉得这个下一步可以考虑 如果我们是比较稳定 走第一步的时候 我觉得有了实习经验 是会好些的 因为实习经验 可以这么说 就是一个实战 其实它本身也是一个测试 测试一个医生 他读书很厉害 但是去到战场 即是实质 整个战场的病房的环境 他是不是都做得到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 是一个都挺好的一个测试 或者我们今时 今日第一次 即是当我们做这个 amendment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门槛 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 以致我们 令到香港市民更加知道 我们今次做这个amendment 是一个好小心 和我们绝对不想牺牲医生质素 这件事 但是你说 如果长远 如果我们都见到很多香港子弟 在外国 又是知名的医学院 读书毕业 不过 因为种种的缘故 找不到实习的机会 如果那个也是一个 好的来源的话 我觉得长远都可以咬泪 嗯嗯嗯嗯嗯 好 最后林医生想问一问你 其实有人关心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特别注册这个 这个 其实 有没有想过 如何去检讨 那个成效 就是譬如 政府会不会是 其实 设定了一个 KPI 就是想 其实有股算到 或者是想 有明确去订立 目标 其实想聘请到 多少个医生 或者是 会不会稍后 其实 implement 了之后 定期去做一个 evaluation 其实有没有 这样的 plan 你说要藉着这一次的修例 能够改变了 我们香港医生短缺 这个问题 就不可能了 因为我们现在 现存 我们也欠几百个医生 在公营系统里面 我们去到2025年 就欠千多个 我个人相信 就没什么可能 我们单是 藉着这一次的修例 因为这个 真是开了个小门 这个小门 会有这么多医生 来去解决我们 这个问题 我觉得机会不大 我自己个人 也都觉得很难 设定KPI 因为 真是 变化都大 不是单是我们选择人 因为人家都会选择我们 所以 我觉得逐步来 我们看看开了这个小门 有什么帮助 实际有多少人来申请 也都看看 好像我刚才所说 我们四个公营机构 去看看 究竟用这个方法 我们聘请回来的医生 他们的质量 如何 我们再看下一步 我觉得会比较合适 一些 好 我还有一条 最后有一条 就是 刚才林医生说到 就是我们选择人 人家都选择我们 想问回 林医生觉得 香港对比其他世界各地的地区 所以我们有什么优势 我们的优势 如果我们说的是 香港的子弟 最大的吸引不是医疗系统 最大的吸引是家庭 就像我刚才所说 读医是一个很漫长的努力 很多这些港人子弟 我相信他们都是很想继续 贡献社会 很想和他们的家人一起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吸引力 不过我都觉得另外一个吸引力 都不能忽视 就是确实我们的医疗系统 纵然很多人都说有很多问题 而且我们确实有医生短缺 医护人员短缺的问题 但我们的质素也是维持得好 所以如果有志做一个专科医生的医生 他都会相信在香港这个环境 是一个最能够帮到他 而一个最快的速度 最有效率的情况下 是成为一个优秀的专科医生 所以如果一些有志的青年人 我觉得他在外国读完书 拿到医生牌 我想他们都会考虑这一点 好啊 今天很感谢林医生 跟我们分享你的意见 我们下一集再见 想只是用几分钟就掌握不同政策议题 立刻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看完其他片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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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